这个老头有点怪 直接问女人结婚为什么不要孩子 是不是一直没有运动 女人有些害怕 老头让女人去帮自己弃壶茶 女人前脚走进厨房 老头后脚就跟了进来 用色眯眯的眼神打亮着女人 最后上了手 还好老头的孙子及时出现 老头这才停止了动作 生气离开 女人叫梨花 婚后一直过着安宁附属的生活 可偏偏她遇上了这样一个直男老公 不仅不懂的浪漫 就连晚上同在一张床上也没话说 这让梨花平静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梨花在银行长了份兼职 工作勤奋诚恳的她 总是细心的上门 给行动不便的老年客户理财 老人们对梨花也是十分信任 一次偶然间 梨花搞定了一个大客户 这一笔大单 让梨花直接成为了正式员工 于是下班后 她来到商店买了一对情侣手表 满心欢喜的送给丈夫 不过这样连接的表 在丈夫看来是不能带着去上班的 甚至还说 梨花自己挣的钱就自己花 这似乎在瞧不起梨花 也在为这个家做出的努力 一直不被重视的她 在这天偶遇了光泰 她就是那天 骚扰自己的老头的孙子 闲聊了几句后 光泰便跟着她进了地铁站 一同进了地铁 光泰目不转睛地盯着梨花 让梨花一下自信了起来 老娘魅力不减当年啊 于是第二天 梨花来到商场 想买个化妆品好好打扮一下 可浑身上下加起来的钱也不够 于是梨花第一次挪了客户的钱 毕竟是第一次 梨花十分忐忑 于是出了商场后 她立马取钱还了进去 这次她又在地铁里遇见了光泰 确认过眼神 两个都是不要脸的人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 这一次 两人直接来酒店打起了补课 迟到凌晨才回家 结果正好和出差回来的丈夫 撞了个满怀 梨花谎称 早点去公司还有点事 丈夫给妻子买了个贵重的手表 梨花突然有些惭愧 但这并没有影响 她和光泰继续交往 贵了光泰 梨花买下了平时舍不得买的昂贵大衣 两人一起牵手压马路 看上去很是甜蜜 丈夫的工作可能要转移到上海 她希望梨花和自己一起离开 可梨花现在已经有了光泰 于是拒绝了丈夫 这天 梨花再次来到光泰爷爷家理财 爷爷说 自己的钱是一分都不会留给光泰的 因为年纪轻轻的光泰就欠下了巨额债款 所以她之后再不给光泰钱了 光泰便开始不再离会爷爷 梨花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爱上这么一个没用的家伙 光泰解释是因为爷爷一直不管自己 为了上大学 她只好去借钱 梨花开始同情起了光泰 为此她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这个女人不得了 为了自己的小情人 弄了公司三千万来指最近你 小那友还在上大学 为了帮她还助学贷款 梨花将客户的存款二百万收入了囊中 然后告诉同事 客户突然不想存了 然后偷出本应该毁掉的单据交给客户 梨花的客户基本都是老人 当看到单子后 便以为钱已经存进去了 可就是这样的漏洞 让梨花撕通了一笔又一笔老人们的养老钱 事后 梨花将二百万交给了小男友光泰 让她去还清这笔债务 光泰一开始假装矜持 最后还是收下了 这下梨花成了光泰心中的富婆 为了博得男友一笑 梨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她开始带着男友进出高档酒店 吃出光晚餐 饭后再来把斗地主 爱情的滋味 让梨花整个人缓发光彩 就连年轻的同事都觉得 梨花像变了一个人 似乎年轻了很多 这种变年轻的感觉是很棒 但就是有点费钱 这次梨花偏了一个老年 吃蛋的奶奶的三百万 拿着这笔钱 梨花带着光泰来一趟国外三日游 他们住着豪华的总统套房 吃着最高级的牛排 喝着最贵的红酒 吃饱后 还带着光泰买块昂贵世界名表 只是没想到 总统套房才住了两页 就消费了一百四十多万 为了光泰 梨花就算再贵也舍得 之后 为了获得更多的钱 她甚至买了个机器在家里工作 将单子打印好 再采整齐 盖上纺章 再交到客户手里 因为这些钱都是长期存的 所以客户并没有察觉 为了和男友有个稳定的约会地点 梨花甚至大手笔给光泰买了个房子 而她自己还在和丈夫住在拥挤的房子 还着房贷 想受这仪器的光泰渐渐飘了 她告诉梨花 自己一年前就退学了 梨花没有说话 因为她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当时直接甚至将两百万给光泰 让她还清住学贷款 好好上学 可这一期的代价终究还是来了 因为挪的公款越来越多 公司发现了漏洞 经理找到梨花 不过只发现了这些两百万的漏洞 既然只有两百万 梨花一点都不慌 大方承认了 可她却用经理出轨的事情作为危险 隐瞒这件事 保证自己会在下个月还上 在威胁下 这件事暂时被满了过去 可不好的消息总会接踵而至 这次梨花彻底心寒了 这个女人太惨了 挪用三千万公款养小男友 送了豪车又送了房 可这一晚她彻底崩溃了 买一打开 门口摆着两双鞋 草廊里满是凌乱的衣服 房门紧缩 正如梨花想的那样 小男友光泰正和另一个女人在打扑克 梨花没有再进去 而是转头回了家 此刻她再清醒过来 这个拥挤的小家全都是犯罪证据 这时光泰也追了过来 她隔着门道歉 没想到梨花竟然选择了原谅 可是这次光泰追出来 不仅仅是为了道歉 而是 现在的梨花失去了所有 就连吃饭的钱都没了 还好同事解了围 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梨花 开始到处借钱 却没有任何收获 于是她再次找到光泰这个有钱的爷爷 截到几个扣子 脱带外套 主动偷怀送包 可没想到老头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晚上 出差的老公回来了 老公突然想通了 她开始理解梨花要孩子的想法 之后也准备尽量少出差 多陪陪梨花 这种改变让梨花心中有愧 为了和丈夫重新开始生活 梨花精准计算 怎么弥补这三千万 于是她挨家挨户的投送海报 可事情已经晚了 公司的高层开始进入调查 发现梨花挪用的不只有二百万 这一叠厚厚的单子都是假的 总计加起来有三千万 同时提醒梨花 只要还上这些钱 就能避免所有的责罚 可梨花说 自己会去该去的地方 说着 她拿起档子猛地敲碎了玻璃 然后逃了出去 梨花正亡命狂奔 而此时她的丈夫对这件事却全然不止 为了赚钱讨好客户 而刚门此时 正领着女友甜蜜的亚马路 最后梨花逃去了国外 在这个偏僻的村落 她遇到了一个自己帮助过的人 原来在梨花上学时 班级举办了资助困难学生的活动 老实说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最后所有同学几乎都放弃了资助 因为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这我梨花坚持了下来 但是她之后借的每一笔钱 都是从爸爸钱包里偷拿的 因为在梨花眼里 施语的价值远大于要负得刑事责任 如今看到不再需要别人帮助的困难学生 依旧活得好好的 梨花彻底明白了 没有人是永远的圣人 站得高 总是需要付出点什么 钞票的表面是奢华和欲望 但背后是沉重的道德枷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候